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德语课堂相逢 那我们今天继续愉快地学习德语吧 那我们今天学什么内容呢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个语法现象 比较级和最高级 那这个语法概念呢 其实比较好理解 因为大家在英语里面肯定已经接触过了 英语里面的形容词我们知道可以是有一个比较级跟最高级的一个变化形式的 那在德语里面其实也一样 绝大多数的形容词是可以通过进行一个比较级跟最高级的词性变化 来体现出一个东西更怎么怎么样 或者呢最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意思 那具体呢我们这个小节里面又分成三个小点 第一点呢我们讲一讲就同级比较怎么样实现 第二点差异比较 这个点我们猜成两个点啊 差异比较呢体现出比较级跟最高级 那我们现在看第一点 同级比较 同级比较这个意思就字面意思 就是说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是一样的 那我们先看个例子吧 小明身高1米6 小四身高也是1米6 也就是说小明小四啊是一样高的 再看第二个例子 小明 wiegt 75 kg Willi wiegt auch 75 kg das bedeutet 小明 ist so schwer wie Willi 小明体重75公斤 Willi体重也是75公斤 所以说呢小明跟Willi的体重呢是一样中的 这边又出现一个名字 Willi Willi是一个常见的德国男子民 他以后经常会在我们的例子里面出现 那OK 通过这两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发现 德语里面是通过一个怎么样的结构 叫做 zo wie 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么一个结构来体现 什么和什么是一样的 这个意思 我们来一个一般点的一个句子结构 你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etwas 然后后面跟一个动词 zo 后面加形容词 wie etwas 比如说刚刚说的例子 小明 ist so groß wie 小四 你看一下这个结构 通过这个句型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演变 比如想表达什么和什么不一样 也就是要否定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说 nicht so wie 通过一个 nicht so wie 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表达否定 举个例子 Willie hat hundert 元 in der brief tache aber 王思聪 hat hundert millionen Das heißt Willie hat nicht so fiel geld wie 王思聪 Willie 口袋里面有几百块人民币 但是呢 王思聪呢 有好几百个 millionen 所以他们的钱不是一样多的 好 北京市面积 August is des in Shanghai sehrheiß imseptember is des in Shanghai auchsehrheiß Das heißt im august is des in Shanghai genauso heiß wie es in september 八月份的上海 很热 九月份的上海呢 也不凉快 所以说呢 八月份的上海 几乎和九月份的上海 是一样热的 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你想表达什么和什么一样 你可以用 so wie 这样的句型 如果你想否定它 那你可以说 nicht so wie 如果想说 几乎和什么一样 那你可以说 fast so wie 如果你想着重强调一下 什么跟什么就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用一个so wie的升级版 gnalso wie 或者呢 ebenso wie 这个语气更加强烈 就是什么东西跟什么是一样的 最后呢 在友情呢 送大家一个表达 哈 英语里面有一个表达 叫ASAP as soon as possible 对吧 就是尽快 生活中也很实用的 那这个表达在德语里面呢 怎么样体现呢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我们看个例子啊 kommen se bitte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请您尽快 过来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可以演变啊 你可以看一下 lernen sie immer viele deutsche wörter so viele wie möglich 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呢 请您多学一点德语单词啊 尽可能的多一点 so viele wie möglich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个句型啊 将这个句型掌握 生活中也是比较实用 OK 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同级比较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讲这个差异比较了 还是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图例子 大众汽车开得很快 奥迪开得更快 但是法拉利 开起来是最快的 或者这样的例子 黄河很长 长江更长 但最长的是尼罗河 最后一个例子 北京 北京很漂亮 上海更美 但是呢 杭州最美丽 这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啊 大家不要吐槽啊 我们从这几组 例子当中 可以抽出这样的一个变化形式 所以我相信啊 同学们都很聪明 应该心中已经摸出一条规律来了 形容词比较及最高级的一般规律 大家请看啊 原级就是形容词原级 原型比较及呢 在形容词后面加个af 最高级呢 前面补一个am 后面补一个stern 在形容词后面补上stern 这个词形变化 大家可以先这么死记 以后再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在学了一些形容词词尾等等变化之后 再给大家说明一下 刚开始你可以这么死记 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Klein Kleiner I'm Kleinstern 小 更小 最小 Flyssig Flyssig I'm Fleissigston 勤奋 更勤奋 最勤奋 Belig Belig I'm Billigston 便宜 更便宜 最便宜 好 以上的这样的形容词 比较及最高级变化 都是规则的 既然我都说了规则的 那同学们可以想象了啊 接下来又是不规则的情况 对的 学语员很多时候就是记一些特殊现象啊 比较头疼 那么来记一下有哪些特殊的情况 首先第一点 比较好理解啊 大多数包含 A O U 的单英节形容词 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时候呢 先要变音 变音为 A A E 和 U 意思应该很好理解 对不对 就是说 O 要变音为 A E U 那么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Out Elt Ya U Yong Yong wno WW along feu 좋아 碎 ninety 意 Multi тру 这意思 bin conceived 用是年轻 浪是长 大家可以看到 当中的原因呢 发生了词心变化 但是呢 这一点上面也比较烦 因为个别的使用词呢 有可能是正常的 for lout slunk 他们都是单音节 而且当中有原音 但是他们不变音 所以这个点上面 希望大家碰到的 发现要变音的使用词 你要脑海中多记一记 或者你也可以记不变化的 因为不变化的少 至少今天你先把 for loud slunk 给我记住 他们不变化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刚刚在那个out 这个使用词当中 已经有所体现了 就是说 如果这个使用词词尾 结尾是以day 以tay 以estate 或者x z 等等等等 结尾的话呢 在最高级的时候呢 是为了便于发音 因为最高级本来不是加st的吗 加上这个st 那你如果是dayt结尾的话 这个st这样去 发音就很不舒服 需要先补一个a 再加st 我们看几个例子 virt virt virtstern 狂野的 更野的 最野蛮的 最野性的 interessant interessante am interessantest 有趣 有趣 更有趣 更有趣 最有趣的 zuse zuse am zuse stern 甜 更甜 最甜 也可以理解为可爱 好 刚刚那个out也是 out最高级的时候 am elterstern 不但a变了in 变了a 那个t后面 因为t嘛 st并不能直接补上去 先补一个a 再补st 好 这是第二点 我们再看第三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以al或者am和结尾的雄词 在比较急的时候呢 请你去掉l和f前面的那个a 但是最高级并没有这个要求 听起来有点复杂啊 我们先看一下例子吧 dunker dunker am dunkelsten dunker 是heil 的反义词 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讲解中呢 其实提到过的 heil指的是明亮 dunker指的是黑暗 颜色比较深 好 再看下一个 teurer teurer am teuersten flexible flexibler am flexibirsten teurer应该认识啊 am贵 更贵 最贵 flexibler叫灵活 灵活 更灵活 最灵活 那么仔细看一下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一点的意思 就是说在比较急的时候 比如说 dunker 我不知道后面加af吗 你该加的加 加完之后 请将l前面的那个a去掉了 理由是 dunker它是al结尾的 类似的还有个af结尾 比如说toyer 很贵 对吧 af结尾 比较急你加了af 照常加上去 但是af前面的a 请你去掉 这么个意思 而且另外注意 不要忘记啊 最高级的时候是规则的 又回来 好 讲完第三点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点 第四点呢 比较麻烦一点啊 以下词汇就是完全特殊的 是没有规律的 就是不规则的形容词变化 需要大家记一下 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啊 还有些其他的 那我们没有碰到 就先不说了 常见的这几个 gut besser am besten viel mehr am meisten nahe näher am nächsten hoch höher am höchsten gern lieber am liebsten groß größer am größten 这词的意思啊 旁边都写着了 那我就不再重复了 这些词都是需要背的 当中的变化都不是很规律 是需要大家记下来 最后我们再说明一点 第五点吧 就是有一些形容词 本身就含有一个最怎么怎么样的含义 或者一些合成的形容词 这样的形容词不再有形容词的比较级 或最高级变化 比如说吧 maximal optimal 或者snevis 最高 最优 或者雪白 这样的词就不会有形容词比较级了 好 那说到这里 我们差不多把形容词的比较级说清楚了 希望大家呢 牢记一开始那个规律 形容词 原级 比较级 最高级 比较级 在形容词后面加 ah 最高级 am 什么什么 stun 这个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形容词做表语 状语的情况的 那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啊 怎么叫表语 怎么叫状语 比如说 das Buch ist gut 这个句子 这本书很好 对吧 这个good形容词在这个地方就是做表语 这本书怎么样 这本书是好的 那他的比较级可以说 das Buch ist besser aber das Buch ist am besten 但那本书最好 等等 或者 er läuft sehr schnell 快 这边是修饰 lofen 这个动词的 所以它是做一个状语的 跑得怎么样 跑得很快 zie läuft noch schneller 或者 ich laufer am schnellsten 这个男他跑得很快 女他跑得更快 但是我跑得最快 对吧 这样的句子里面 做状语 或者刚刚前面那个句子 做表语 那都是适用刚刚说的这个熊词词语变化 这个规律的 但是我想说明的就是说 这样的规律目前还不适用于熊词做定语的情况 我们看一个例子 ich habe eine gute Freundin 我有一个不错的女友 那这个good 就是一个定语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比较急 你要说 强调这一点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因为熊词如果是做定语的 根据语法 在熊词尾巴应该要补上熊词词尾的 大家懂这一点就行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熊词词尾变化 等我们学完熊词词尾变化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明白 应该加什么样的尾巴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请大家首先看一下课本第十三页的第八题 我们先做啊这个练习 填空 请大家自己先填一下 ok 做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做背这个练习 首先呢 背要求大家先大声朗读一下 再完成后面的练习 一到六 这个地方有些地方是同级比较 有些地方是差异比较 请大家根据具体的这个意思来做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这个小节讲解就到此吧 我们下一个小节再见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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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